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导谷音符的小胖 最近朱仙动画上线 我负责音乐音效的部分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朱仙动画预告片 也就是定档PV的音频设计思路 整个预告片不到一分半钟 如果还没看的 可以先去看一下 如果已经看过了 你们应该能发现 整部片子在结构上 非常符合一部商业预告片 它可以拆分成ABC三个段落 A先交代主角和大丸镜 紧接着B引入冲突 推进故事 再然后C是炫酷的打斗 一堆镜头快切 各种炫酷的大特效 最后用一句画龙点睛的台词结束 所以本期分享的一些思路 虽然不是标准的作业流程 但也具备一定的通用性 开始之前我们先聊聊风格 风格通常是片子功能决定的 一部商业预告片的功能 是比较明确的 那就是让大家看完后 对正片产生了观影欲望 你知道预告片通常不会剧透 那看完预告片 你根本不知道剧情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 你花了你生命里的一分多钟 去看了一个预告片 看完后完全不知道它要干嘛 而竟然能产生想看正片的欲望 那这就是说 这一分多钟内 声音要做得尽量炫酷才行 那注意炫酷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品质的维度 而是一个制作的方向 那换个禁忆是可能就要做得满一些 那可能有部分同学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跟正片的音频设计逻辑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画面是剪了正片的镜头来用 但如果把正片的音效拿来直接用 那很多时候是不好用的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有实际的例子 之前我在看别的预告片音效分析时 有一部分会这样讲 那大家注意听 这里有多少多少个声音 那这样说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对于新手来说 他能听出的声音可能不多 所以做音效分析时提醒大家说 这里除了这个声音还有那个声音哦 那这本身并不是问题啊 但这样做可能会有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会让大家误以为 把很多声音加上 是音效设计里头等重要的事 然后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音效设计 尤其是预告片的音效设计 可能头等重要的是 是把控好声音的节奏 那这里的节奏并不是指音乐的四四拍 而是更像是剪辑或者说叙事的节奏 那因为声音即使不是对白 也会在大家不注意的情况下 跟着画面一起 在操纵叙事的节奏和你的情绪 所以我本期所有的思路分享 都围绕着节奏这个点来展开 而不是说我在这里加了一个火的声音 那里加了一个冰的声音等等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开局通常是一个logo或者文字 然后再出现第一个镜头 那从节奏上看 logo和第一镜都应该是节奏点 都要给上声音 而且第一镜的点应该比文字更大 所以文字出现时我给了个low hit 第一镜我给了个wash 那目前效果是这样的 那么到这里基本是OK了 但我们还可以把整个节奏再强化一些 于是我用了一个反向的low hit 那这样不仅在两个点之间 有了更好的连接 而且第一镜出现时 更有哗的一下豁然开了的感觉 那再等音乐加完后 就变成了最终的效果 那接下来到A段的这个镜头时 我又等待了一个比较大的节奏点 那这是怎么判断的呢 一方面主角开始练功了 也就是意味着他开始成长了 那另一方面练功的画面本身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特效 所以这个点可以给一个比较强的声音 那不过我没有用正片的音效 那可能也要问 为什么呀 练功的音效应该也比较突出才对呀 那因为正片里练功的镜头比较长 在特效长时间持续的情况下 音效会做得比较有流动性 那我拿过来用 就发觉音效太软了 没法用 所以我单独给了个wash 那另外配乐 是我用来强化这个点的第二个办法 那首先配乐本身变得丰满了 其实为了强化这个镜头的张力 那配乐在之前刻意被压低了 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 这就是最终的效果 所有的操作都是为了在这个镜头 把声音往上提 这样观众潜移默化地觉得 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那接下来是这一组镜头 那因为这关系了AB段落的切换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强化节奏的好机会 那首先我们先来判断一下 这里有几个节奏点 四个 但是第二和第三个距离太近 我试验了之后决定放弃这第三个点 那首先这里正片的音效没法用 尤其是后面三个点 因为在正片里 它们不是这样快切的镜头 那镜头感一变 那声音的表达就会更着变 其次 我把这几个点都放上了不同的声音 比如像这样 那目前为止是及格的 但节奏还可以再强化 所以我使用了一个反向加急听的手法 那反向指的是摆断物虚类的音效 把它反过来播放 那这样声音会有油弱变强的效果 或者你直接使用Rise类的素材也可以 那当音频达到最强的点 马上就要爆掉时 我们突然间把声音关掉变成无声 那正当你的耳朵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对比吸引住时 我们马上放出一个能量很强的 attack很短的声音 让它爆出来 形成下一轮的对比 我觉得不是很理想 原因是反向的过程 是一个积累能量的阶段 所以它需要有足够长的时间 而前面的几个快线它打破了这个积累能量的过程 所以我在无声的阶段就补了一个断断续续的 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了B段 那商业预告片在这一段通常是故事的推进 比如说开始追逐 简单过招 那人物也在开始说一些你完全听不懂 但好像很酷的话 那这段画面开始追逐了打斗 所以把控声音节奏就变得相对简单 只要表现好打斗音效就OK了 那配乐由A段的长线条变成了弦乐的短音 那我刻意把音符集中的低音区 是为了给后面的C段拉伸来做好铺垫 那B段的结尾是以主角从高空摔下来 然后紧接着一个黑屏 当然啦 你想做一个反向激进的方式是OK的 但因为相同的手法我用了好几遍 所以这个黑屏我采用了另一个办法 我给主角这声大叫加了一个巨大的混响 让混响穿过黑屏 甚至到了下一个镜头 那这个处理手法跟正片完全不同 在正片里这声大叫的混响是由大到小的 因为这符合物理规律 当它离镜头很远时 声音很小可是混响很大 但它掉到镜头跟前时 声音很大但混响小到没有了 这样能营造出一个贴脸的感觉 那我在预告片里不这么做 是因为首先预告片的快速剪辑 无法营造出正片里的空间感变化 其实这一镜的后面是黑屏 如果像正片那样以干身作为宗旨 会有点点尬 那么为了不尬 通常会有两种解决办法 一种是在掉落的过程中 你在叠加别的东西 跟着人生一起去积累能量 然后到黑屏时跟人生一起停掉 可是这样做的本质 就是在实施反向极定的思路 对吧 那第二个解决办法 是在人生停止的同时 加一个low hit或者是wash 让它们来穿过黑屏 缓解尴尬 可是你都已经这么做了 来都来了 为啥不直接给人生加个混响 让人生自己贯穿黑屏呢 户序到哪不能加呀 对吗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BC之间的段落 那我们叫它prec好了 那它通常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作为BC之间的调节 那因为B已经有点紧张 在进入C的更紧张之前 它需要一个缓冲 就好像我们起跳之前先下蹲 才可以跳得更高一样 那第二个是它依然需要继续推进巨型 来强化危机和冲突 所以它通常可以是巨型boss的登场 比如说反派外星人的母舰 缓缓进入大气层 那下一个镜头是英雄一般人都在错愕地看向天空 那在我们这部预告片里它是一条大蛇的登场 那镜头表现是几个镜头 先表现大蛇的局部和众人的反应 接着才出现boss的全貌 最后以一个boss的准备攻击作为结束 那这一段的我的设计思路 一个是不要音乐 那这样可以让BC更好的分割开 也就可以实现更强的对比 那当然这里的配乐思路也可以是 比如说纯人声合唱 那不要起它远起 那我的第二个设计思路 就是连续的两次反向急停 那我们稍微分析就可以知道 这一类画面非常适合用 甚至是全篇最适合用的地方 前面几个boss的局部镜头 都可以认为是在积聚能量 在能量积聚到最顶端时黑屏 此时急停吧 接着展现boss全貌时 就是急停后的爆发 那由于这段没有音乐 所以积聚能量的部分 我可以用管鞋热Crescendo的素材 来稍微增加一点音乐性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了西段 那虽然这是全篇最高潮 但值得一讲的反而不多 因为要把东西做大并不难 注意这里的意思是 比如说把大气磅礡的 史诗的音乐做的品质高 是很难的 而把音乐做成大气磅礡史诗风 这并不难 那作曲同学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么音效也同理 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类 又大又满的素材 那这一段的画面 通常是把所有炫酷的大琴特效 全部剪到一起 那么音效设计的重点 也变得简单直白了 那就是每一个镜头 都是节奏点 都要给到重音 那说回这片子 从整体回音上 我再刻意地拉开B和C的差距 那B段 我让音效突出一些 而C段 我想让音乐占主导地位 所以C段 你会听到音效和语音 被音乐盖住的感觉 那通常来说 一段明明喊得很大声的语音 却被做得相对小声 被其他声音盖住时 会强化其歇斯底里的效果 你看很多战声内的影视作品和游戏 都有类似的做法 那战场上的战友喊破喉咙啦 但在回音里却比较小声 因为大声的是战场上的炮火 那这种手法会强化环境的嘈杂 从而显得情况很剧烈 那相反 如果为了突出环境的安静 会把平时小声的东西做得非常大声 比如说同样是战争题材 假如是潜入类的场景 那通常衣服装备脚步都极其大声 那如果潜入环境是在室内 还会给这些声音加上很大的混响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整个西段都持续地把音乐维持在很大强度的话 那就变成听音乐了 所以我依然会把某一两句关键的语音和关键音效拉大 从而做出一点节奏的变化 比如你听 抓住我就比狂杀要大声很多 没有为什么 就是因为喊抓住我的人是主角之一 喊狂杀的是个反派配角 然后这个特效 也比这个特效 更大声 那做出这些调整的背后逻辑 依然是我们上面说的 做出节奏 给声音制造更大的张力 那最后是西段结束 那很多商业宣传篇 都会散出去关键性的台词来点题 比如只要你看过星际二那部 《机枪冰》生产过程的开场戏剧 你一定会记得片子最后的一句台词 Hey it's about time 那假如没了这句话 机枪冰做完头盔改人走了 那我相信效果也差很多对吧 所以无论是做片子还是做声音 都不是一味的把东西越对越满然后结束 那这样看起来的层层堆叠 反而缺少了节奏感 那么最后一段的出现 是在零结束时把节奏迅速往下拉 然后留下一个悬面 进一步让你产生观影欲弯 所以为了让这里往下拉的足够明显 刚刚西段最后就应该提升的足够高 没错 我又一次用了反向激进的手法 而且我有一个Rise的素材 其实已经变了非常久 即便是音乐这么响的西段 我还是要把它塞进去 天地不深 以万物为出口 那最后这几句台词 我比正片给了更大的混响 更大的环境音效 而不是直接搬正片的来用 好了 这大概就是做这部预告片音频的一些想法 那还是那句话 这当然不是标准作业流程 但因为商业预告片有相对固定的模式 所以这些或多或少 还是有些通用性 那如果你觉得有用 可以一键三连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